陈欣發聲明撇右肩 難檢開始說 找線索 補教明師陈欣操控 涉嫌右肩才女作家林毅涵 事隔將近兩星期 一直身影的陈欣 終於在九日晚間 透過第三方發布聲明 陈欣表示和林毅涵 的確短暫交往過兩個月 但當時女方已滿18歲 對於林毅涵的死 她將全面配合調查 只是這份聲明是由第三方發布 記者循著地址找到這間工作室 對方宣傳不認識陳欣 也不方便提供聲明來源 猜測是陳欣的委託律師 擔心身份曝光引來踏法 才想要保密 另一頭台南地檢署也有動作 除以依法重犯陳欣 古教老師道案說明外 並經陳欣古教老師同意 由本署檢查事務官 搜索其住處 帶回相關證明解析 九日下午陳欣道案接受偵訊 兩小時後離開未限制居住或出國 由於林毅涵的父母至今仍未出面解釋說明 檢調單位只能看書辦案 分析房司起的初戀樂園裡頭的角色身份 聯書中雙方發生幾次性關係也是重點之一 現在這塊右肩拼圖 現在這塊右肩拼圖就缺林毅涵父母出面 幫忙還原真相 地方中心綜合報導 捕捕捕捉 musik ichi